排排排 买买买 民众撑着伞 拿着板凳 在艳阳下苦苦等待 只为了抢买房 全台房市在疫情后大爆发 今年首出重头戏329档期 北台湾推案量就高达3420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相近千亿 创下历史新高 很多的个案其实渐渐 你会发现到特别比如新竹 桃园 甚至我们有看到比如说 像是台中或者是台南 它会在一周之内就顺利的玩笑 所以这种的热度 其实应该是我们史上所警戒 这样子的一个热度 检视近五年全台329档期推案量 2018年4185亿 2019年试况好加上房屋登记制 容积奖励等法规修改 推案量上升到了5184亿元 2021年受到疫情影响 油资多 股市好 更大幅飙到6684亿 到了今年持续上涨 来到7007亿元 创下五年新高 今年第一季的这样子的一个 新案推案量还是蛮大的 那有些呢 它是这个过去可能还来不及推案 因此呢就延宕到这一波 因为缺工缺料的这个议题的关系 以及这个原物料上涨 所以预期未来这个新案的价格都比较高 就连南台湾也在南科砂轮商引擎 加上台积电确定在高雄设厂之后 带动了台南高雄房市一飞冲天 光是今年一到二月房屋买卖移转数 台南跟高雄就分别成长了5.8%和5.7% 成为国内的房市热点 这波这个房市热潮 我们一看得出来 中部以及南部呢 涨幅是相对比较强劲的 尤其是南部 台南跟高雄呢 在这几天因为南科的议题 所以房价的涨幅相当高 那台南呢 也有新建已经推到了四字头 那高雄来讲的话呢 目前它的这个高价位的住宅 普遍来讲 开价大概都会在六字头左右 那未来如果这个台积电的消息 持续发挥的话呢 很有机会呢 在创这个新的高价 物价飙升 不少人选择买屋抗通膨 但是央行3月17号宣布升息一马 也连带影响房贷利率 试算一下 如果民众贷款1000万元 利率从1.5%涨到了1.75% 贷款20年 每个月本金家利息 月缴48255元 升息之后 变成了49413元 增加1158元 换算下来 20年总共增加了超过27万 如果贷款30年 应还的本利盒整整多出43万 因为央行这次升息 主要的目的不是在打讨房 主要是在抗通货膨胀这件事情 所以抵抗通膨胀会使得利率提高 会不会使得人民因为要抗通膨而增加去买房子的几率 这也有可能发生 换句话说 这个投资客也好 或者这些有钱人 他对于这些利率提升 其实对他来讲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心那么大 尽管升息一马 不会对房市产生立即显著的影响 不过专家认为 如果未来真的进入了升息循环 房市将在2024年出现反转 大家会认为这次升息的状况 它会比较像温水属青蛙 是因为美国现阶段 他们在今年预计升息六次 明年升息三次 那台湾的央行在过去的经验上面也会跟进 在这个未来可能担心房贷付不起的状况之下 在整体的一个下手上面也就会比较放缓 不过就算房价反转下跌 许多人可能一辈子依旧买不起房 从台南北上工作 28岁的郭小姐就对此心有气气焉 月薪三万出头的她 光是房租就占了薪水的三分之一 通常都是小小的三四五坪的空间 然后大概都要一万多块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居住空间 但是它却要花上就是你薪水的 就是几乎是三分之一或者是更多 为了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她和两名室友合租三房一厅的公寓 但每个月光复房租就相当吃紧 买房更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光要存投期款 你至少就要十年起跳 你才能存到第一笔投期款 对然后但是如果 你后面还是有房贷 然后那个房贷如果要在台北的话 那真的不可能二十年还得完 可能这辈子不可能了 为了遏止房市乱象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内政部计出五大措施 包括全面限制预售屋换约转售 严禁房市炒作行为 预售屋解约需要实价登陆申报等等 各地方政府与消保官 国税局进行联合稽查 学者分析 打炒房政策 短期内南界明显成效 想要立竿见影 不妨参考香港的课征印花税做法 香港有一个SSD就是 额外的印花税 额外印花税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买进来 一年半年内卖掉 短进短出像我们的房利合影税 短进短出我课你额外 再课你外面交易价格的百分之二十的税 这个好处说能深能缩 所以我们应该从多元的角度 去考虑低价税房屋税 房利合一税 甚至额外印花税之类的 全台房市热度再创新高 专家预估当通膨 升息打炒房政策同时来袭 未来房价有机会松动下跌 不过想要彻底解决问题 除了检讨买房税制 更应该从租屋市场和住宅政策 全面改革 才不会让居住正义 只沦为口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